记者陈金瑜新北报道,前台北县长周锡伟,新北市副市长侯友谊相继投入新北市长选举,而国民党新北市长党内初选本月2日公告,5日到7日受理登记,但党部副主委蔡博文3日把公告清送到周锡伟新北市政策中心,却被拒绝签收。 对此,周锡伟受访时表示,因初选标准不合理,因此不签收,不背书。 对此,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主委李甘龙表示,不签收不影响初选,但想参选一定要登记,更强调初选过程公平、公正且公开。 周锡伟多次抨击党内初选都是为侯友谊身打造,他表示,政策中心执行长陈坤荣昨天据签收公告, 是因为初选坚缩参选人的竞选时间跟方式,跟当初中央要求的不一样。 周锡伟认为,强制规定3月25号以前决定候选人很不合理,向桃园市参选人经协调后,有超过一个月在各区活动的时间。 第二个是新北市一定要办全国性的政见辩论,如果没有政见辩论,市民无法了解每位参选人的政见能力。 未来蓝图 针对周锡伟执疑初选不公,李甘龙表示,当天副主委蔡博文是李茂信将初选公告送到周卫于板桥的政策中心,但遭拒绝签收,副主委已很委屈,不过周不签收也没有关系,因为全新北二市区的党部都有张贴初选公告办法,网络上也能下载。 但美来登记就表示弃权,周锡伟只要完成登记,不签收并不会影响初选资格。 至于周锡伟希望参选人在初选期间能有至少一个月的时间竞争,李甘龙说,二日公告,二十五日人选出炉不就差不多一个月,跟一个月差几天,而且有意参选的人早就开始动作超过一个月时间。 李甘龙表示,基层的党员也很希望人选尽快确定,才不会造成后续分裂。 党部本来希望年前宣布,之后延到大年初六,最后是元宵后才公布,这是不希望大过年的伤了大家和气。 李甘龙说,只要在五到七日之间完成登记,且通过资格审查的参选人都能一起就证件发表会的方式和民调。 方式协调绝对公平公开公正。